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今天回收了一套 三批的长红空调 这个空调是个变频的 因为我们这天气变热了 所以刚回收回来就卖出去了 卖之前先把这个空调刷一刷 因为这个空调现在比较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空调啊 上面黑乎乎的啊 这个空调的内积啊 一看有点发黄了 上面有油烟 所以今天要给它清洗一下 室外价还行 都是干灰 拿水管一刷就干净了 主要是室内积啊 全是油烟 而且这个线还让老鼠给咬了 不过以前修过了 拿胶布缠死了 一会儿就要重新缠一下 要不这样太难看了 风轮特别脏 油烟加灰尘上面 厚厚的一层啊 一会儿把风轮拆下来看看 能不能刷干净 刷不干净就这样了 这里边也特别脏 先拿水吃了一下 泡一泡 看看能不能泡下来 咱们今天先把这个油烟给它去除掉 用我自己配的啊 自己配的溶液 专门去除这个油烟的 咱们一会儿看看这个 去除效果怎么样啊 先晃个晃 这个可不是洗劫灵啊 洗劫灵没这么大效果啊 现在咱们往上去 现在喷了一点都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直接就流开来了啊 焦黄焦黄的啊 效果太明显了 喷上直接油盐全掉了 身上泡一会儿 拿麻布一抹就下来了 现在空调后面继续清洗 看这个效果相当明显啊 一会儿就变白了 现在三个面都喷上了 浸泡一会儿 然后用麻布一擦 就特别干净了 这样擦完以后特别白 原来很黄的 一层油上 现在擦完了以后就白了 这个是塑料发黄了 这个不会变白 但是会洗得特别干净 现在经过一番清洗空调 全部清洗完了 大家看看干不干净啊 侧面也没有黄油了 外机也挑白的 前面当板也刷白了 这个东西太好用了啊 喷上自己就掉了 然后拿麻布一擦 立马就干净了 大家猜猜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知道的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